这是一群冷静客观一丝不苟的专业人士 他们坚信所有犯罪行为都会留下痕迹 而追查痕迹就能找到真相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是法医侦探们独特的武器 虽然不能与犯罪分子正面交锋 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终结犯罪维护正义 一位伤人遇害 你能不能判断在哪里中枪了 警方发现案情错送不可 这是一群有预谋的凶杀 其他人不仅知道此事还受邀参与其中 朋友故间启发 我什么都没做 他好像和这件事没做大关系 但要想抓住凶手 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 这些高中生都被牵涉进来了 明尼苏大州圣克劳德 午夜过后 17岁的杰森麦克莱娜和朋友聚会后 从后门回到家中 他洗了个澡 打算去厨房吃点东西 当杰森走到客厅时 他看到他的爸爸倒在地上 血流不止 警方到达案发现场 他们发现杰森的爸爸 53岁的杰森麦克莱娜已经死亡 根据现场情况 调查人员推断 杰森麦克莱娜刚刚走下楼梯 就被人枪杀 你穿着浴袍下楼的时候 肯定想不到会被枪杀的 死着太阳穴 额头 喉咙 胸部 右手 以及背部都有伤 凶手动作迅速 看措手不及 肯麦克莱娜伸手抓枪口 他也确实碰到了枪 第一枪打穿了他的手 凶手又开了六枪 每枪都打中了肯麦克莱娜 凶手捡起了地上的弹壳 弹大下一个 尸体旁有一枚遗漏的子弹弹壳 凶手的作案动机可能是情节 我们发现肯的钱包 现金 身份证件 以及手表都被投了 肯麦克莱娜的妻子已经去世 肯作为工艺品公司的国际销售副总裁 经常飞往世界各地 遇害前 他刚从国外出差回来 他收入很高 从人寿保险和实际资产来看 他身价百万美元 肯家底殷实 如果他死了 谁会获益呢 法医从肯麦克莱娜的尸体中取出了七枚子弹 子弹有四种 这说明开枪的人很可能不止一个 或者是一个凶手营造了多个凶手的奖项 通常 入室盗窃的窃贼 会避免与房主或其他人发生正面冲动 他们只想偷了就跑 凶手多次枪击被害人 这种情况很罕见 由于尸体是被害人17岁的儿子杰森发现了 警方把杰森也视为嫌疑人 第一次见面 我们就没收了杰森当时穿的衣服 衣服上并没有明显的血迹 我们还对他进行了枪击残留物检测 而他的手上也没有持枪的痕迹 警方关注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坎的未婚妻 一位名为亚利桑德拉劳腾寺的瑞舍女商人 在佛罗里达时 他曾和坎及杰森同住 他很有可能是导致这对父子关系紧张的导火索 坎和亚利桑德拉的婚妻被推迟了 我们从他未婚妻的邮件中推断肯被害的时候 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矛盾 但亚利桑德拉仍然是肯的保险受益人 很少的保险价值十万美元 案发时亚利桑德拉正在瑞士 他的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第二天一大早 警方在屋外的血地上发现了重要证据 有脚印从后院一直延伸到前门 警方怀疑这一串脚印是凶手留下的 被害人的儿子杰森说 房子左侧的两块脚印是他和他的朋友留下的 案发那天晚上 肯不让杰森在屋里抽烟 杰森就和朋友马特偷去抽烟 杰森和马特的鞋子被送去苏珊格罗斯那里做对比 我要把鞋底沾上墨水 然后把干净的醋酸纤维片压在上面 之后我将取得的鞋印和犯罪现场的照片进行对比 苏珊格罗斯可以确定 房子左侧的两行脚印是杰森和马特留下的 房子另一侧的第三行脚印却有些不一样 内族脚印绕房而行 之后进了前门 与此同时警方调查得知 肯和杰森关系并不好 据知情人讨论 肯抛弃了杰森身患癌症 奄奄一息的母亲 杰森对此怀恨在心 暂且不论肯和他的太太的关系如何 单说妻子奄奄一息时肯留下十二岁的儿子 单独照顾妻子 他却飞往外地出差 这种做法也是很有问题的 杰森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就连在学校的烦心事也变得更多了 肯在妻子去世后仍然频繁出差 据说杰森被独自留在家里长达几周 这期间冰箱是空的 也没留钱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夸张成分 毕竟杰森并没有饿出事来 最后警方得到一条消息 我接到了一个高中女生父亲的电话 他说自己的女儿在学校听说 这起谋杀案之后非常不安 调查人员发现 这位女生确实很反常 他歇斯底里地哭着 说要告诉我们什么 那又很害怕 这名女生是杰森的高中同学 他说是杰森杀害了肯 杰森让另一个高中生给他提供枪支 很多高中生都知晓此事 杰森还试图说服其他人 帮助他杀害他的父亲肯 但这些人都拒绝了 没人想到这件事真的会发生 有些人觉得这种事儿就是说说而已 不会成真 结果却真的发生了 据知情人透露 杰森的一个朋友 马特给杰森提供了枪 马特是个家境普通的孩子 他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告诉他 只要他肯帮忙 就会进入有钱人的世界 拥有豪车豪宅 他就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了 警察在马特的卧室里发现了一支步枪和一枚子弹 科特莫林在600加率容量的水箱里进行弹道实验 子弹打到水里开始减缩 最后到达底部 之后我用一个软管把水抽空 科特把实验用的子弹 和坎麦克莱纳身上的子弹 进行了比较 两者并不匹配 进一步检测揭露了原因 通过光纤放大器 科特发现了枪管内一系列异常的划痕 这支枪非常新 划痕看起来也是新的 枪管内还有银色的漆 这种漆是出厂时刷上 有人在枪管内制造划痕 目的是防止被检测 科特把实验的子弹 和犯罪现场的子弹进行比较 主要观察撞针撞击子弹 留下的特殊痕迹 此外 枪管内检测出来属于坎麦克莱纳的血 枪管中有坎的血很合理 坎的手掌上中了一枪 曾用手握住了枪 因此坎的血流入了枪管当中 面对铁证 马特·莫勒承认是案 但他坚称 杰森·麦克莱纳才是凶手 他想说火家人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会是投号学人员 但我拒绝了 他也接受了 他只是从我这儿拿走枪 叫我在外面的车里的 马特说他听到了枪声 然后杰森把枪还给了巴特 姜呢 你有没有做什么手掌 我把一个扳手放进了枪管内 你放了一个扳手进行 杰森说我要想活命 就得改枪管 所以我就那么做了 马特还知道 杰森一共使用了四种不同的子弹 他们商量过后 决定要用不同的子弹 这样即使找到弹壳 也没那么容易确定 到底哪支枪是作案工具 马特说杰森给了他一千美金借枪费 但面对马特的故事 杰森拒不承认 我不是小子 我可能学习不好 考试不及格 但我不使来吃 我不会杀害我父亲 杰森和马特 他们两个都有可能对我们说谎 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 找出所有的真相 媒体曝光 看麦克莱纳被杀案后 一些当地高中生报警称 杰森曾试图花钱 故他们杀害凯 我们询问的一位学生 在凶杀案发生前几周 去过杰森家 马特当时就站在走廊里 杰森和另一个学生 看肯要进屋了 嘴里还发出 砰砰砰的打枪声 因此可能有第三个人 被卷入案界中 此案涉及很多的高中生 他们可能参与预谋 而且很可能 作案人就在他们之中 不久后 一名学生给警方提供了新的线索 有一个学生透露 他知道杰森作案时 穿的那件 沾有大量血迹的衣服 房在了哪里 警方找到了学生说的衣服 这些衣服埋在了 马特莫洛家的院子里 我们找到了一件红色格子衫 一条厚口袋里装着手套的蓝色牛仔裤 一双白袜子 此外还有肯麦克莱纳的钱包 名片 衣服是杰森麦克莱纳的 有学生看到他在案发当天穿着这些衣服 DNA检测结果显示 衣服上的血迹来自杰森的父亲 肯 戴血的手套更有说服力 DNA检测显示 杰森确实戴过手套 与此同时 科学家还发现 手套上有来自四种不同子弹的 枪击残留物 这项测试结果非常的重要 不仅在于手套上有枪击残留物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和马特所说的四种子弹相吻合 这似乎能证明是杰森杀了肯 但还有一个问题未能解决 警方还没有找出 谁在雪地里留下了通往大门的脚印 我们了解到 其他高中生也在讨论这件事 还谈到漏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努力找出第三串脚印的来源 检察官再次询问了马特·莫勒 提醒他 一级谋杀可以被判无期徒刑 他想减刑就必须说出真相 之后马特承认 那一串脚印是他穿另一双鞋留下的 并把鞋从地下室拿出来交给警察 他说自己换鞋的目的是摆脱调查 我把两组鞋印对比 分析了类别特征 大小和鞋底的花纹 结果相符 检察官认为 杰森的作案动机 源于他对父亲的仇恨 杰森责怪父亲 抛弃了身患癌症的母亲 杰森没有认罪 他声称杀害父亲是出于自我防卫 但陪审团并不认同 杰森迈克莱纳以一级谋杀 被判无期徒刑 马特莫勒以二级谋杀 被判三十年监禁 有时候我起床 看到监狱的铁窗 仍然感到惊讶 我不相信自己当时居然起了杀心 一直以现在要做一辈子了 这起案件证明 最终密的犯罪计划 已逃不过科学的检测 他们试图掩盖真相 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不是冲动犯罪 而是经过了详细计划的 他们用尽了全力和警方周旋 陪审团看到这一切 他们会意识到 这并不是个意外 其中在这个案件中十分重要 我们获取了DNA子弹以及血迹 所有的证据汇集到了一起 使我们确信杰森扣动了班机 马特也参与了作案 这是一群冷静 客观 一丝不苟的专业人士 他们坚信 所有犯罪行为都会留下痕迹 而追查痕迹 就能找到真相 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是法医侦探们独特的武器 虽然不能与犯罪分子正面交锋 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终结犯罪 维护正义 一位政客在遭弹劾后 神秘死去 专家也不知道原因 据我所知 50岁的女性死于突发性性增并 并不多见 有线索显示 此案有他杀的可能 没有人能解释 他身上的真点 是他的仇人所为吗 或者是他身边亲近的人 我觉得有人恨你啊 清酒自精 卓者自卓 凯西奥布斯丁 是内华达州最引人注目的政客之一 她是内华达州第一位女州长 也是财政部部长的最终候选人之一 不管你认不认同她的政见 她的强势毋庸置疑 但是 奥布斯丁的失败和成功 来得一样迅速 朱熹女士 我无罪 2004年 凯西奥布斯丁的政敌 指责她违反了选举法 我希望最终能够获得公正 且无党派偏见的审判 最终 因在选举中 使用州政府工作人员和设备 凯西被罚款 一万五千美元 我觉得她把弹劾看成一个笑话 凯西在受到弹劾后 考虑过退出政叹 但她确实想为自己成亲 她是内华达州前五位当选国员 有人觉得她不友善 但有人觉得她很有魅力 两年后 凯西奥布斯丁再次竞选财政部长 但凯西在竞选中病倒了 我亲子没有呼吸了 一点呼吸也没有了吗 对 明白了 医务人员赶到的时候 凯西已经奄奄一息 他们为她吃了两天药 大概是为了让她恢复呼吸 然后就把她抬上救护车 送去医院 她昏迷过去 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也不能动 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 她再也没恢复的可能 三天后 凯西的家人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们最终决定摘下呼吸器 做出这样的决定很艰难 但是凯西在遗嘱中也明确表示 希望这样做 凯西死后 她的丈夫查思提供了一些重要细节 那天早上 查思醒得比较早 起床后做了些家务 她回到卧室才发现 凯西已经昏迷过去 她已经没有呼吸了 我开始做心肺复苏 查思和其他家人都认为 凯西的去世有些反常 凯西去世前两周 我还见过她 看起来精神很好 而且我和我妻子都觉得 她从来没这么开心过 不幸的是 凯西的事件报告 没有提供什么迅速 没有明显的动脉硬化的迹象 也没有证据显示 血块堵塞或者动脉壁塞 什么也没发现 验试医生说不出死亡原因 也说不出死亡的方式 那么凯西奥古斯丁的死因 究竟是什么呢 凯西的家人 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凯西绝不是那种 经受不住压力 或者把心脏问题 藏着掖着不去就医的人 凯西绝对不会是 娇弱之人 凯西死后第七天 急救人员再次被叫到凯西家中 凯西林郡给我们打了电话 说凯西家门口停在救护车 正在抬走查斯 查斯留了封遗书 称没有妻子的陪伴 自己活不下去 并将妻子的死怪罪于她的正敌 你从我身边夺走了我妻子 她一生都在斗争 但却被那些冷漠的政客夺取了生命 我想葬在妻子身边 与她在阳光下携手 幸运的是 查斯抢救及时 挽回了生命 第二天 凯西的葬礼如期举行 很多人都出席了葬礼 葬礼让人悲痛欲绝 大家都爱戴他 想念他 哀悼他 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的死因 凯西奥古斯丁和查斯西克斯结婚三年 这是凯西的第四段婚姻 凯西的第三任丈夫是一名飞行员 后来中风住院治疗 查斯西克斯是凯西丈夫的护士 凯西和查斯因此相识 凯西丈夫住院的时候 凯西和查斯就经常在医院的餐厅里吃饭 看到凯西和护士经常在一起 大家觉得非常奇怪 后来凯西的丈夫因病去世 仅仅三周后 凯西嫁给了查斯 他们的关系进展非常迅速 得知凯西和查斯结婚 凯西的朋友和家人都非常吃惊 我和我妻子都有些接受不了 看起来太轻率 可我们没有告诉他 我们希望他一切都好 法医在检查凯西的尸体时发现 凯西的左臀上有两处很小的淤青 凯西身上有注射的痕迹 可那个位置不是常规位置 与此同时 凯西的病例显示 他最近没有注射过任何药 那么 他身上的痕迹是怎么来的呢 标查人员现在怀疑 是否有人谋杀了凯西 警方开始了解凯西的信任丈夫查斯的背景 查斯是一名注册护士 此人多少有些神秘 查斯见人就说 他的婚姻幸福美满 但是他的同事并不这么认为 他有时候表现出对妻子不满 有护士看到他在忙 于是走过去跟他说 有没有我能帮忙的地方 他可能回答 帮我除掉我妻子吗 警方在查斯的电脑上发现了邮件 正是他有外遇 查斯在邮件中写道 我在尽一切可能逼封凯西 现在有效果了 我想和你一起 不想和他一起 我的心在你那里 调查人员重新调取了凯西生病时 查斯拨打报警电话的录音 我妻子有点不太对劲 他没有了呼吸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过去六个多月压力太大了 我可以给他做心肺付出吗 老的没有理 平日很健康的妻子 突然失去知觉 没有呼吸 可他听起来很平静 一点也不难过 当时的急救人员也称 查斯对凯西漠不关心 凯西在救护车上接受急救 可此时查斯坐在车上看报纸 你的妻子在救护车上急救 你不知道原因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过来 我猜你该不会有心情看报纸 凯西的一位朋友告诉警方 凯西在生病的前一天晚上 给他打过电话 那天晚上 查斯向凯西提出离婚 凯西的财产价值超过一百万美元 调查人员还了解到 在查斯提出离婚的当天 查斯和同事说过些奇怪的话 查斯在和一个女同事聊天时说 如果你真的想杀死一个人 可以给他打一针 琥珀胆碱 实检时 无法查到 琥珀胆碱是用来使人麻痹的药物 手术中通常用来麻痹病人肌肉 琥珀胆碱碱 通常使用剂量非常小 剂小快 很快便排出体外 如果大剂量使用琥珀胆碱 能够致命 查斯西格斯作为护士 能够获得这种药 但是调查人员也有担忧 即使查斯使用了琥珀胆碱 他们也没有办法查证 因为琥珀胆碱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极度 我担心的是 他很有可能会逍遥法外 但是调查人员相信 如果查斯真的杀害了他妻子 一定有迹可循 凯西死后一周 警方有了新的线索 一名在急诊室工作的护士 提供给了警方重要的信息 他说凯西刚入院的时候 他和一名同事都不相信 凯西心脏病发作 而认为他被下毒了 所以他们立刻采集了凯西的血液 和尿液样本动了起来 如果凯西被注射了琥珀胆碱 冰冻的样本可能正是警方想要的证据 调查人员迅速行动了起来 据我所知 美国只有两个实验室 能够检测琥珀胆碱 其中一个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弗吉尼亚的实验室 凯西的尿液再次进行了检测 我们使用了专门的设备 检测凯西的尿液中 是否含有琥珀胆碱 凯西的尿液检测呈阳性 显示含有琥珀胆碱 查斯西格斯被控谋杀妻子 警方搜查查斯的车时 发现一堆卡片 有一张记录了所有琥珀胆碱的使用和伎俩 如果你问我她的杀人动机 我认为她是恨凯西 我见过因为网球鞋 或两三块钱而杀人的小孩 我见过夫妇因为琐事的争吵 而杀死对方 对于杀死伴侣的人来说 不一定非得有动机 但是从证据可以明显看出来 查斯不想和凯西在一起 凯西被喊一年后 查斯接受了审判 在受审前一天 她再次试图自杀 我觉得她这么做 只是为了眼神耳目 博得陪审团的同情 她并不是真的想死 身体康复后 查斯为自己做了辩护 我没有谋杀她 我不会谋杀她 她看起来冷冰冰的 手腕上的伤口 并未帮她博得陪审团的同情 一位证人 用查斯自己说过的话反驳她 我清楚地记得 因为太逼真了 查斯说 我会杀了我妻子 然后把她扔进矿井里去 经过十天的庭审 陪审团做出了决定 现在我宣布 被告查斯希格斯 犯一级谋杀罪 查斯希格斯被判无期徒刑 二十年后可保释